随着数位流行起 也就是用电脑播放音乐档案 或是网路串流播放音乐 原本依附于SACD的DSD高解析音乐编码格式 因此得到了解放 到底多位元的高解析PCM格式比较好听 还是一位元的DSD好听呢 在音响论坛332期 我们就进行了一场实际试听比较 在试听之前 必须注意的是 播放机的解码方式 对于DSD与PCM的声音 有着关键的影响 所以这次我们一共使用了 三部不同的数位讯源进行试听 以下就是我们的试听报告 其实这一次我们听这个DSD的专题呢 它 我最后的结论跟我一开始设想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一直以为DSD它是一个 很主流的数位播放讯源 那我一直以为它的 它的声音表现是比较着重在音响性 而不是音乐性 但这一次我们试听过后 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 不是表现得更出色 而是它的音乐性更好 声音表现更自然 我其实觉得DSD在录音好的前提下 它其实能够表现出的音乐性 其实跟黑胶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于DSD也是有非常 非常深的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作业 其实后来结论是DSD跟PCM 在两种格式上面的听感比较上面 其实差异是非常小的 那我可以说差异比较大其实是在 不同的像取样频率 不同的取样频率格式的PCM 跟不同规格DSD的比较上面 这样经由不同格式的互相对比之下 其实这样子的听感差异才会出的 那其实最主要的结论就是说 只要是在不管是PCM还是DSD 只要是在比较高解析的 这个高的bit rate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听得出它比那种 像1944这种最基础的格式 那听感差异是这样对比最大的 那只要是越高取样率的档案 听起来其实大概就是在 下位音场的渗度、弩度 还有各种音乐器性的聚焦 以及这个最重要的是一种立体感、鲜明感 还有整个音乐的合成感 这样的差异上面 在越高取样率上面 我觉得这次DSD跟PCM的比较 我的感觉是 第一个最重要当然是 原生档案是哪一种格式 如果经过转换的话 这种转换的过程就会造成失证 所以就会听起来不对劲 那如果原生就是DSD 它当然听起来DSD一定是最好 那如果原生是PCM 其实PCM跟DSD的差异硕真的非常小 再来就是呢 如果录音本身就好 那听起来就会好 录音如果不好 你再高解析度其实也没有用 所以呢 原始的录音一定是需要是最完美的状态 才可以呈现出DSD跟PCM高解析的好处 其实除了录音的差异之外 我发现播放机的解码方式也占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例如这次我们用MSB Analon数捩转换器来听的时候 我就发现PCM的细节跟解析度稍微好了一点点 它的实体感跟密度感也更好一点 不过我们并不能就因为这样就证明说PCM一定比DSD更好 或者是DSD一定好过于PCM 三个重大的发现 第一个是录音的源头跟播放机的解码方式其实占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第二个根据这次的实际视听呢 其实我们发现DSD跟PCM的差异 听感上的差异其实非常的小 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要拘泥于一定要听DSD 或者是一定要听PCM档案 最后一点的发现是 其实不论PCM或者是DSD 我们发现档案的解析度越高的话 我们的确可以越明显的听出声音表现更好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请大家尽量的找高解析的档案来听 并且用幼稚的播放机来播放 相信大家可以明显的听到高解析音乐的好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